下午4点已经出来了 新唱大道 新唱大道4点半以后就不给走了 进货的 今天运气还不错 回江苏喽 哇塞新唱还有这么个市场 这个市场历史蛮悠久的门口气 向右前方行驶 新唱之药蛮有名的 他这个今天这个导航部队啊 我们走自己的路 一万零四国道 走喽 新唱再见 又转 哎呀 这一段最美了 不管是从国道上看还是高速上看 多美 下午5点半了 到了这个 104国道的上与张正北面一点点 这里好听呢 今天我们要 第一个目的地是 苏州绕城的东山出口 我们从这里到东山出口 180公里 两个小时的样子 然后从东山下来以后 我们要 再去 五中保税区 从东山到五中保税区走下面走的话是 24公里一个小时 那这样推下来是三个多小时 5中保税区那边9点钟上班 但我们不能那么晚去 我们要在找高峰之前 7点钟 到保税区门口那边 7 8点钟嘛 那再往前推 4个小时 4个小时 3点钟 2点钟 从这里出发 往苏州那边开 那就直接定下来 等会儿休息一下 到战争街上去吃个饭 凌晨3点的104国道 绍兴的山鱼 出发 3年20 到了熟悉的号吧 为民解忧 为党分忧 牢记为民解难 为党分忧 的 政治 责任 尽管 对 人数 前方 各有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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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绕成的影山枢纽 向右前方进入车道 最后车道上靠坐行驶 我们到东山收费站 还有17.5公里 两台无视迷惑合作行驶 我们到处行驶 随后立即投入行驶 放开死马 吸风筹 向右前方进入车道 随后到达滴滴附近 前方到达滴滴 到达滴滴附近 本次到达结束 苏州绕成的东山收费站 我们下来了 就在这 扎道口直接拦了 通行证 不下了 不下了 摸摸鱼 摸摸鱼啊 一点点哦 二百七十九块一毛 出发 全程二十三公里 大约需要三十七分钟 一百米后开道 进口即转 即将开道 进口即转 大家听声吧 进口即转 直接放行啦 再见 现在到那个五中保随区 还有二十三公里啊 四十分钟 周周的五中大道 我们游戏向东 六点半 现在 到了这个保随区蒙古啊 从哪里进啊 现在也不能进啊 走个地方停车呢 停在这里 哇 一网门肉面 漂亮 九点二十了 说系统坏了 现在还进不去 哎 哎 又被封住了 哈哈哈 我以创立电脑 苏州有限公司 哦 哦 没有见 没有见过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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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卡库怎么走啊 啊 啊 第二个卡库我进来了 啊 来了 停哪边 啊 我先去啊 先藏地站是吧 中国书州跨境电子商户综合试验区 那我就现在在等着等着嘛 那叫我停在这里 哇塞雷克萨斯啊 太漂亮 嗯 城市又恢复了往常的 车水马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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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東山大道 嗯 走去办好后进场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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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车在卸吗 哎呦 这个车才开始卸 早了 等吧 12点半了 到了卸货厂里 前面有个 应该是7米6吧 刚刚开始卸货 好像还在分号 今天找不了 这个货因为手续比较繁琐 耗时比较长 那运费比一般的货 要高不少 所以说我们在找货的时候 当一个货出来 也不要急着打电话 或者下订单 那我们要看它的 装卸货地点 什么货 更重要的 要去看发货人的信誉 那感觉差不多了 哎呦这个货我能装了 那我们再打电话 跟这个发货人再聊 再沟通 还有一个 我们希望我们的发货人啊 你最好不要弄那个一口架 最好留电话 让我们打电话沟通 这个货的东西千变万化 跟人不一样 对吧 什么货 装卸地点 尤其现在好多地方 还要办通行证 那都要经过电话沟通的 搞那个抢单 抢单 我不敢抢呀 对吧 今天到现在没找货 因为吃不准 什么时候能卸完 等我开始卸货了 再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飞猫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